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清晨和贾亦凡均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坦然接受失利 今后会找准努力的方向 补强技术短板 争取在赛场上复仇对手 夺回冠军 如今的女双赛场 日本队已经出现下滑趋势 反倒是韩国队一军突起 他们能够拿到由博碑冠军 女双功不可没 尤其是李绍兮和深声赞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转凡尘组合成为全场比赛的转折点 因此 整个巴黎奥运周期 韩国女双都是中国队的最大威胁 本次泰国羽毛球公开赛 凡尘组合作为头号种子 被认为是夺冠热门 唯一的悬念就是两人短时间内心态的调整和体能应付 不过 和由博碑决赛不同 两人的主管教练将经真重心做回教练席 在比赛中指导凡尘组合 这也让陈清晨和贾亦凡更有底气 首场比赛 面对玛利亚和扎哈卡组合 陈清晨和贾亦凡全场比赛占据上风 没有给对手取胜的机会 第一局 凡尘组合在开局阶段攻势凶猛 利用揭发环节奠定优势 对手玛利亚和扎哈卡在相持阶段失误较多 凡尘组合以21比13先赢一局 随后 陈清晨和贾亦凡在第二局找到了手感 陈清晨再往前多次封网得分 贾亦凡后场进攻威力十足 两人在开局取得大比分领先 玛利亚和扎哈卡依然没有控制住自私 在落后的局面下产生了提前缴械投降的想法 最终 凡尘组合以21比4再胜一局 拿到泰国赛的开门红 本次比赛 陈清晨和贾亦凡需要用冠军让自己走出由博卑施力的阴影 期待他们收获新赛季双打第三冠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